在之前的小节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怎么样使用Redis来做一个缓存 我们也看到了怎么样通过编码的方式把我的数据从数据库里漏出来 然后放到Redis里面去 其实说到要做缓存 Spring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用的方式 那就是它的缓存抽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缓存抽象 其实Spring给我们提供了一层抽象 它可以在Java的一个方法上面去增加一个注解 加了注解的方法它的整个的缓存结果呢 就是我这个执行的结果 它会把执行结果缓存起来 那下一次再通过这样相同的参数去调用这个方法呢 它可以直接判断如果是之前缓存过的 就直接把缓存的结果取出来 如果是没有在缓存里的 那么再继续执行 那Spring的这个缓存抽象 它可以支持很多种不同的后端 比方说最基本的在Java里面 我们可以有Concurrent HashMap 它也可以使用EHcatch 那当然了 它也支持使用Redis来作为我们的整个的缓存的实现 下面最重要的就是Catch和CatchManager这么两个接口 那说到做缓存 那一定会想到说 哪些缓存我应该放在Java里面内部 而哪些缓存又应该放在Redis上面 而哪些东西压根就不应该缓存呢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长久不变的信息 或者是一天里面它不会变的 那么通常我们会选择在Java里面内部去做一个缓存 因为每次去访问集中式的分布式缓存 也会有一定的网络上的一些开销 如果我们对我们来说 这个数据它很长时间不会变 而且它的变化我可以接受它有一定的延时 那么这种我们可以放在Java里面内部 设置一个过期的时间 让它自动过期之后 再去后面的后端去捞取 但如果我是希望说 在整个机群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缓存 这个缓存要求在整个机群内部 它的访问的时候都是具备一定的一致性的 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值发生了变化 那所有这些机器上 都必须要取到同一个缓存的值 而不能说A机器起到一个新值 B机器取到一个旧值 那这时候建议可以使用分布式的缓存 像Redis这种 我们直接把这个缓存放在Redis里面 那什么情况我不该使用缓存呢 那就是这个数据的整个的读写比 非常的不好 比方说我是写一次读一次的 那这种数据就没有什么必要方缓存了 一般我写一次可以读十次 那在短时间内读十次的话 那么这种一比十啊什么的 我们可以考虑去使用缓存 另外就是有一些数据 它的整个的读取的比例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种时候 请务必使用缓存来降低你对后端的一个压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print缓存抽象的一些常用的注解 那最基本的当然就是 我要通过Enable Catching来开启一个注解 这个开启它的整个的缓存的支持 Catchable的话就是 我执行这个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的结果已经在我的缓存里面了 就直接从缓存里面去取 如果它还不在里面 那么我就执行 执行后把它的结果放到缓存里面去 Invict的话 它就是做一个缓存的清理 在put的话 就是不管这个方法的执行情况 直接去做一个缓存的设置 Catching的话 就是直接对我上面的这些 有一些像缓存清理 还有缓存设置的方法做一个打包 我们可以在里面放入多个操作 Catch Config的话 它就是对我这个缓存做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在里面设置缓存的名字 那我这里做了一个Catch Demo 把它放在了第四章的例子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Sprint Box里面 我们上面一节里面 有用到过怎么样去使用 Redis来做编程式的缓存操作 那这里我们在Catch Demo里面看一下 怎么样使用我的缓存抽象 在界面里面去做一个缓存 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打开了 我们的Catch Demo这个例子 那大家也可以从GitHub上面 去Clone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还是基于我们之前的 Sprint Box的这个工程来做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主要的不同在于 我在Coffee Service里面 开启了我这个缓存的一些方法 比方说我这边有个Find All Coffee 上面加了Catchable 那这个Catchable的话 它就会说 我这个Find All Coffee的方法的返回 在执行后 会把它放到缓存里面去 那下面的Reload Coffee 下面加上了一个缓存清理的注解 在调用Reload之后呢 我就可以清理掉我的缓存 同时我这个Coffee Service 使用的缓存的名字叫Coffee 我们在这个Sprint Box Application上面 也加上了Enable Caching的一个注解 并且标明了我会拦截类的执行 那看到这边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 我们整个的缓存的抽象的运行机制 其实是基于AOP的 它对我这个方法的执行 做了一个AOP的拦截 通过一定的判断 它会知道 我这个方法 这时候我应该从返回的方法里面 直接去调用这个方法去执行 还是说是从我的缓存里面 去抽取我之前缓存过的执行结果 那Sprint的AOP 其实在Sprint当中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这也是AOP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场景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un方法 我先调用了一下 翻到这个时候 它会加载缓存 那这时我会看到一条Ccode语句 在下面的14调用 它都会命中缓存 所以不会有Ccode的出现 Reload之后 我们再做一次翻到这里 应该又会看到我去调用了一次数据库 这里因为开启了我的 Hypernet修Ccode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Ccode的执行 我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在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先做了一次翻到 所以这边会有一次select 我一共加载到了五条记录 那后面的14调用 我们都看到有ReadingFoundCatch 但是它并没有一个Sequel的执行 在做了refresh 这个Reload的操作之后 再去调用翻到 那它又继续从数据库里面去加载 然后去做了一个打印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Catch的演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Sprint的缓存抽象 来使用Redis作为它的一个缓存 那这边我只需要引入我的Catch的一个starter 还有再引入我的Sprint的Sprint Data Redis的这么一个starter 对我的整个的Catch做一个配置 比方说我在里面配置了 我的这个Catch的类型是用Redis的 然后我的Catch的名字是Coffee 在TTR的时间 然后是否缓存None的值 再配置了一下我Redis的host 同样的 在我的具体的CoffeeService上面 我也加上了Catchboard的注解 和前面的注解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例子呢 我把它放在了Catchboard Redis Demo的 这么一个工程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让我们先到start.spring.io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 它其实是有这么一个Catch的 一个Sprint catch抽象的一个依赖 我们勾中它 然后在NoSQL里面 我们勾中我们的Redis 我们还会有用到下面Landbook之类的 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想使用Redis的缓存抽象 那其实这两个是必须的 现在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 Catchboard Redis Demo的这么一个示例 大家可以从Github上面 把这个代码clone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M 那这也是基于我们之前的 Sprintbox工程来做的 只不过我加上了 我的Sprintbox Data Catch 还有加上了我的Redis的这么一个 Sprint Data Redis的一个 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面我们像前面的Keynote里面所说的一样 做了一些简单的缓存的配置 还有Redis的一个设置 同样的我开启了Enable Catching的注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粒子 它的运行效果 好的 现在我们的程序已经执行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去执行Fundal 它访问了数据库 然后取回了我的Size 那后面的几次操作 它都是命中的缓存 并没有从数据库里面去取 这里我Sleep了5秒钟 那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设置的缓存的TTL时间 是5秒钟 那在5秒钟之后 我们就是会对缓存做一个刷新 之前放进去的东西 5秒钟之后就没有了 那再次来访问Fundal的时候呢 又看到它操作了数据库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打出来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Sprint的缓存抽象 还有怎么样使用Redis来作为缓存实现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希望这可以帮大家更好的 更方便的去实现你的缓存 那缓存在我们的生产过程当中 在生产环节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务必能够重视 我这个数据的缓存操作